7月20日河南省24小时内普遍降雨,多地降雨量达到大暴雨,特大暴雨量及16座水库超汛县水位。 其中河南郑州连降暴雨,小时降雨量达201.9毫米,打破历史极致,郑州长年平均全年降雨量为640.8毫米,相当于7月20号前后三天下了以往一年的量。 从气候学的角度来看,小时降水,日降水的概率,重陷其通过分布区线拟河来看,都是超千年一遇的,大暴雨造成了郑州城区内涝严重。 多个地铁站遭大水反观,目前郑州地铁全线已暂停运营,随着降雨持续,对郑州和河南省的破坏正在不断扩大。 就在郑州地区爆发千年一遇洪水的同时,中国长江流域,淮河流域乃至东北黑龙江流域等,几乎所有流域都爆发了大洪水,其中黑龙江爆发了50年以来的最大洪水,那么造成今年大洪水的原因是什么呢? 真如诸多媒体所言,是美国的气象武器造成了郑州强暴雨吗?绝非如此。 有以下两大基本理由可以驳斥,一是战术及天气战需要制空权,1968年5月到10月,美军使用化学制剂,对老挝和越南境内的胡志明小道进行云播种,导致降水量,增加了30%。 这是气象战的雏形,美军之所以能够对越南胡志明小道大规模降雨,靠的就是美军拥有中南半岛地区的制空权,所以才能够空中喷洒化学制剂,让该地区降水增加30%, 可以说这种天气战是气象战的雏形,是气象武器的早气战术级武器。 从面积上看,郑州面积为0.75万平方公里,远比中南半岛面积小很多,美国以天气战形式,在郑州制造暴雨似乎并不困难。 但大家别忘记了,传统天气战的关键是掌握目标区域的制空权,才能够在目标上方喷洒化学制剂增加降雨量。 河南省郑州市位于中国中心地区,中国军队掌握着完全的制空权美军,根本不可能在该地区大规模喷洒化学药剂,实际上,目前中国在这方面的应用要远强于美国,为了农业生产。 中国东西部省份,常年在农忙季节采用人工降雨调节雨量。 2015年9月大阅兵期间,中国更是使用化学制剂驱散北京地区的云层,以保证国庆阅兵当天风轻云朗能见度高因为常年使用。 这方面技术中国远比美国熟练,而是战略级气象武器所需能量极大。 美军在中南半岛的天气战,只能算是气象战的初级战术武器,实际上,与天气战需要利用已经存在的雨季,还有云层和作用范围不同。 战略级气象武器的作用范围更大,这其中的差异就像是炮弹与原子弹的差别。 在郑州和所在河南省爆发大洪水的同时,中国其他领域以及除宁夏等少数几个省份外,几乎都遭遇了强降雨和强暴雨。 这说明这次的气候异常打击范围远远不止郑州是一个地方,已经覆盖了整个中国如果是气象武器所致。 作用如此巨浮的地域范围自然必须是超级战略级气象武器才能够做到,其实,认为美国气象战导致郑州暴雨的各路媒体,纯属偷换概念。 以为美国曾经掌握了天气战这种初级气象战武器并曾经在中南半岛使用化学制剂进行过人工降雨,那么,美军必然拥有了可以催动比中南半岛面积更小的郑州强暴雨,完全忽略了。 同期中国境内多地多流域,全面爆发大洪水的事实,也完全忽略了美军当初进行人工降雨需要制空权这一事实,另一部分人认为,美国早已脱离了使用化学制剂,制造天气武器的初级阶段。 已经掌握了无需制空权就可以远程搅动风云的战略级气象武器。 那么,美国真的已经掌握了可以随心所欲的战略级气象武器吗? 下面解析一下很多人都在关注的美国正在研制的战略级气象武器。 HARP计划HARP系统绰号大爆炸,位于美国阿拉斯加州东部的加康,从外观看。 它是有许多奇特的高塔和天线杆排列组成的无线电发射天线群,其系统基本工作原理是,通过极光电子发射装置,向环绕地球的大气层发射超能高频电波。 所发射的电粒子经过电离层的反射形成新的电磁场,很多人认为,HARP就是美国已经研制成功,并可以投入使用的战略级气象武器。 然而这个项目实际上主要研究和针对的是电离层,令离层位于离地6万米以上高度。 而天气或者气候变化主要发生在7000到11000米高的对流层地球的气候,和天气变化绝大部分都发生在对流层HARP计划,主要针对的是电离层。 而不是气候发生所在的平流层,即使能够破坏电离层制造臭氧层空洞,也只会导致紫外线杀伤空洞下的生物,而不是改变当地大气环流。 退一万步来说,即便这个计划可以通过高频电磁波影响大气环流,用这个计划来解读美国战略级七项武器,造成郑州暴雨也还有五个方面的巨大漏洞。 一是中美两国基本位于同一纬度,如果美国通过HARP成功,烧穿了电离层,引导紫外线杀伤中国,那么地球自转下,与中国位于同一纬度的美国也将难逃厄运,此举于自杀武艺。 二是HOPER发射能量无法改变大气环流HARP计划,使用设备功率为1700MW,1MW等于1000MW,其一个小时发射的功率就是1700MW时,沙皇氢弹自身都无法改变。 大气环流HARP发射功率连沙皇氢弹的零头都不够,更别说改变大气环流了。 三是全球极端气候多大中国冰飞个暗,今年全球各个地区都出现了极端气候,除中国外,欧洲今年出现了千年一遇的大洪水,降水强度远超郑州,美国也遭遇百年来最大旱灾,与北半球高温多于不同南半球地区,也遭遇了极端寒流袭击,可以说波及强度非常之大。 据南非国家气象局当地时间7月23日软通报称,受极冷寒流影响,南非多地最低气温已经打破历史记录,从去年11月到今年3月,巴西,在这段时期的降雨量创下20年来新低,巴西政府已经发出警告,该国当前,正在经历一近91年来最严重的干旱情况,预计7月之后,巴西各地将正式迎来旱季,农田缺水的情况将更加严重。 全球各地频发极端天气,而非中国独为这一事实,就已经直接戳破了某些人的谎言。 四是美国比中国损失更大,其实,今年出现的极端天气是去年的延续,去年中国也曾经爆发过,只是没今年这么大,但是,全球范围内来看,受害最严重的反而是美国和澳大利亚。 2018年到2020年,美国加州多次爆发大火,今年年初美国加州更爆发了大寒潮,2019年9月澳大利亚极端气候,引发大火,过火面积超过1200万公顷,在这几天河南在内,全境遭受强暴雨袭击的时候,美国加州再次爆发强烈干旱,预计今年9月后,加州大概率会爆发大规模伤火, 莫非拥有顶级战略气象武器的美国,连基本的自救都做不到。有能力的话,美国把给郑州制造的大规模降雨,投放给即将爆发炎,重伤火的加州岂不是更好? 要说极端气候哪里最严重,事实上非美国和澳大利亚盟国莫属,难道说,美国制造气象武器,就是为了打击自己? 武士鼓吹者无法自圆其说,目前鼓吹气象武器的没有一个在之前预判到今年会爆发大洪水,都是在郑州和全国各地爆发大洪水以后,马后炮的说这是美国气象武器造成的。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他们对气象武器研发历史,打击路径,能量来源以及如何控制瞄准的描述都语焉不详,之后就急不可耐地将天灾危害巨大,偷换成战略级气象武器打击的威力。 这些都是典型的春秋笔法,堪称另类妹妹。 目前传说中的战略级气象武器,其实是个概念级武器,目前要想通过改变大气环流来远程,改变一个特定地区的天气,不仅能量上做不到。 而且也是不可控的,价值全球气候系统是一个整体,在没有足够能量足以精准控制的前提下,无异于自杀,那些认为目前美国已经有足够能力制造战略级气象武器,精确打击中国的说法, 都是在痴人说梦,但凡有点初中地理常识,就不会相信这种荒诞不羁的说法,那么,战略级气象武器将来会出现吗? 大家一起在评论区留言一起讨论吧。 我最后要说的是,河南全境正遭受巨大洪水冲击,在洪水之后。